欢迎收看谈谷论经化中医 在秋冬季节 流感的患者会明显的增多 他们可能会出现咳嗽或发烧等症状 如果症状比较轻微 会容易误判为一般的感冒 如果全身已经有酸痛的症状 对于小孩及老人 就会非常的危险 因为有可能并发成肺炎的状况 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谈流感 我们的老祖宗 中医有什么样的妙方 很高兴邀请到施承修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施医师你好 主持人以及全球观众大家好 施医师我们知道 就是张仲锦是我们的医生 他东汉末年其实那个时候 瘟疫也非常流行 他虽然是担任长沙太守 可是有一次洛阳就是大瘟疫 他也赶到洛阳去治疗 那他只用了一个叫白毛根 就把当时的这个瘟疫给治好了 那可能我们也不太了解说 中医所说的这个瘟疫 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流感 是不是等同 那现在也有很多说瘟流感 猪流感 那它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呢 流感基本上跟感冒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恶性传染 传染很严重的 另外它有一个广域性 就是范围很广 很广 它传染的地方非常负面比较大 是 另外一个它有一个季节性 秋冬的时候 秋冬的时候 那不同于感冒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它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 这是比较少人去注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高致死率 一般的感冒它不会产生脑炎 不会发生肺炎 这比较不会 所以一般人在担心说 我小孩子现在感冒了发烧 会不会变肺炎 会不会变成脑炎 那基本上如果你不是流行性感冒 不太需要去担心 但是如果你是流行性感冒 那是所谓的并发症 而且是所谓的严重并发症 这个脑炎肺炎 那就是我们预后所要注意的事情 可是一般民众应该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感冒还是流感吧 因为症状其实挺类似的 对 所以一般来讲还好是说 现在的医学科技蛮发达 我们可以透过 我们去医院 可以说透过筛检 也可以知道 你是属于A B C 哪一类的 大概如果你可以被对 A B C哪一类的 大概你就是属于流感 是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医院检查 那怎么判断 其实他还是有判断的方式 基本上这个流感 是全身性的症状 什么意思 就是会全身酸痛那样吗 是 他会头痛 喉咙痛 全身酸痛 他有三个痛 当然他也会像一般感冒有 打噴嚏 流鼻水 鼻塞 咳嗽 这个可能都有 但是以痛为主的话 他是全身的 甚至比较严重的 还有肠胃型感冒的 他会拉肚子 就有其他病发的 那一般的感冒来讲 就是单纯上呼吸道的症状而已 是 比较鼻塞 打噴嚏 咳嗽 流鼻水 半一点发烧 疲劳倦怠 是 这样这是一般感冒 如果你发现 你会剧烈的头痛 你会剧烈的喉咙痛 甚至淋巴肿大 甚至全身上骨节酸痛得 非常的厉害 那你大概应该就是流感了 你可能可以 要确认的话去医院 那我们以中医的观点来看 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 他容易得到这个流行性感冒 有些人就是伸强体壮 可能跟他的那个脏腑间的协调 是出了问题吗 应该这样讲说 我们从古至今 有人类以来 人类没有被瘟疫灭绝 就是因为一定有一些人 特别正气强 对对 人本来就可以适应病毒的变种 如果人自古至今 他不能适应病毒的变种 人会因为一场瘟疫大灭绝 但事实上 的确他有高死亡率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会失望 所以物尽天责 人基本上一定有一些部分的人种 或是他的体质 他能适应这个病毒的转换 变异 以辨证论治来说 你现在的症状是什么 呈现什么样一个状态 那有多严重 再取决我们药 要怎么用在患者身上 去调节大家免疫 最后我们强调一句话 是大家所熟知的 叫扶症去血 扶症应该以现代的方式 我常常跟患者沟通 扶症就是辅助他变正常化 什么样的正常化 让你免疫系统自己正常化 我们免疫系统自然而然 他强化了 他就可以去攻打病菌 是他自己去攻打病菌的 那病菌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自己把它驱逐 不会破坏到我们身体嘛 所以他是自然自然的好 是 那中医有分阵型吗 就譬如说他是什么样的 譬如说感冒 他可能冷到啦 那个风进来啦 那流感有没有这样的阵型呢 基本上 其实以中医来讲 流感跟感冒只是程度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感冒 只有他上呼吸到这一点 这么短的距离也不舒服 那流行性感冒就 全身 蔓延到全身 它就是一个比较重症的一些 一个感冒症 那我们就是根据它的阵型嘛 那一般来讲 大部分的患者会得感冒 其实CX说嘛 它有潜伏期嘛 那病毒其实 好比说主持人今天有小感冒 我可能一个礼拜后我也要感冒了 你的病毒可能已经在我身上 那我是不是确定会感冒 不一定 我只要免疫系统好 它只是永远的潜伏 但是我如果免疫系统稍微当机了一下 那它就会进来 那什么时候会当机 一般都是说 吹到风 今天我跑去海边 或者是跑去山上 或是今天下雨我淋到一点雨 这叫风寒而入 那风寒而入的话 我们就刚开始会产生风寒的感冒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会区分为风寒感冒或风热感冒 那有的人会变风热感冒 所以一般大部分都从风寒开始 对 一般都会从风寒开始 那是会因为体质转变不一样 比较虚寒的人 他永远都在风寒阶段 那比较照热的 好比说有些人熬夜 或是有人喜欢吃烤得炸的 或是他本来就比较怕热 这样子有的人 虽然风寒进来 但是风寒的化热 因为体质的关系 它会转化成热性的 风热型的感冒 或是流行性感冒这样子 那一般观众可能会想说 那得了流感 到底是看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 这就是坦白讲 这是因人而异 就是说流感现在还好有药滋 那一般感冒就没有 但是有因为流感 他比如说看客流感这一类的 其实它对身体多少 会有一点比较刺激 所以如果你吃这个西药 很快就好了 也很舒服 其实你肯定适合用西医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觉得吃西药 虽然有好像比较好 但是因为身体有一些负担 那你就比较适合 中医的方式来治疗 所以就是看民众自己的选择 对 那也没有哪一个是会比较容易好 哪一个不容易好 对不对 也是看他体质吗 应该是这样讲 我常举我自己的小孩的例子 是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身为周医师 所以凡事经常用中医的方式 我小孩子 我三个小孩子是没有吃过西药的 好 那他们从小任何病 尤其特别是感冒 都用中药缓慢涂治 慢慢治疗 大概感冒以前他们在治疗是一个礼拜 是 那随着他慢慢长大了 现在感冒发烧大概可以两天 所以在过去就是他还没有建议的 我们叫做中医体质 就是比较正常的体质的情况下 他的身体不稳定 那当然会慢 以中医来讲他是慢慢的 但是跟西医也差不多一个礼拜 还蛮正常的 对 但是慢慢的我们说时间拉长 他的免疫系统从来没有被破坏过 所以他随着年龄增长 他的免疫系统是越来越稳定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浮症去血 所以他现在感冒 我们稍微用中药扶着一下 他自己就去血了 所以感冒发烧可以大概两三天 就比较快 但是一般民众 如果他没有透过中医的调理 或是他平常没有在运动 有运动的人也会比较快好 所以他们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基本上吃中药是一定会稍微慢一点 可是时间拉长的话 他以后 以后他的速度是快的 是 我想这对观众朋友也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不要以治病的疗程 短或长来评判就是有没有效 而是应该是说 其实药的副作用 这也是要考虑 而且还有未来长期性 对身体的一个机能状况 是不是有妥善地往上涨 也是要考量的嘛 对 如果你出去的时候感觉到 有一股冷风吹到自己 感觉自己有点寒寒的 那我想这时候就要开始保养身体了嘛 对不对 那医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还不错的 食疗的方式来保养 不然因为我们真的就像主持人所讲的 你本来不会有一点胃寒的 现在出门吹风或是淋雨之后 回来一点胃寒 那你这可能就是感冒前兆 甚至可能是流感前兆 那时候我们既然是讲风寒 风寒的路 那我们就要用一些比较温的方式 就趋寒外出 那这边就有这个姜 红糖 肠胃比较不好的 加一点这个橙皮来礼器 那这个姜也有分 所以要老姜还嫩姜 应该这样分 嫩姜 然后一般的姜 还有一个老姜嘛 是 如果要燥热的人 常常口干舌燥 面红耳赤的人 那你一定要用嫩姜 不要那么燥热 那一般分不清楚的人 就用这种姜 就是一般普遍的就对 那确定自己 每次感冒 都是鼻流清剃的 然后每次都很胃寒的 比较严重的 手足冰冷 比较明显的 或是有一点像贫血 气虚这一类的 那你就用老姜 力道比较够 老姜是那个皮 更深核色的那个 对 它就已经纤维化了 非常的辣 但是如果用错 如果说这个人稍微 比较有便秘 我刚刚讲的 或是有青春痘 这比较燥热的熬夜的 那如果吃到老姜 那可能会使得其反 稍微要区分一下 是 我想民众应该自己会了解 自己到底有没有长痘痘 有没有口干舌燥 这是很基本的 那医师您刚刚也讲过 很多人他可能刚开始是风寒的 可能因为身体比较糟的 转成风热的 对 那所以这个食材或者药膳 我们在保养的时候 就不适合风热的人吃 对 简单的判别 如果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刚吹到风雨有点胃寒 可是我就吃了这个食料 发现开始变喉咙痛了 那你就是风热了 这一定要先试吃了一下才知道 那这样会不会有副作用 这个也算是一种小小副作用 但是因为你不会喝很大量 是 所以说你有一定感觉 那这时候你就要换了 就是换成那个风热的那个部分 风热的部分 那风热的部分呢 我可能我就会介绍 因为大家常常 比较熟知听过的 就是鱼心草 鱼心草是解那个风热的 对 鱼心草基本上它叫做肺炎草 为什么 它就是可以致肺炎 那一般来讲 我们不要管它是肺炎 我们把它管做叫做呼吸道的炎症 呼吸道 那流感呢 就是全身性的 包含这个呼吸道的疾病 那一般的感冒是上呼吸道疾病 是 所以它这个肺炎草 这鱼心草呢 可以解决呼吸道的炎症 所以它可以拿来 初期的感冒是不错的 那鱼心草有分 鲜品跟干品 那一般人要 去青草店买的应该都是干品吧 对 大部分我们买到的都是干品 然后基本上如果说 我们有一点喉咙痛 一点鼻涕黄黄的 嘴巴干干的 有点轻微的发烧 基本上煮大概一两到两两的 这个干品的鱼心草茶来喝 天天喝 应该如果会好 大概在初期比较轻的症状 不管是感冒或是流感 它是会有不错的效果 当然有的人觉得说 我家就有种鲜品 那也可以 那鲜品大概初期我们 可以就是嚼个一两片试试看 因为要洗干净 就是这样生吃鱼心草 可以生吃 它不是会有一个味道吗 对 它很臭 有鱼心味 但是煮过的是没有的 那你吃鲜品是会有的 还有酸酸的 但是我的建议是说 即便是鲜品 我们还是煮过好了 一个驱逐味道 一个疗效 可以透过这个煮的方式 把它煎出来 是 因为比较卫生 对 它会比干品来得更好一些些 所以一般其实在台湾 普遍很多野外都有鱼心草 对 但它还蛮好认的 这个还让野外求生 为什么 你出门再歪歪感冒怎么办 是 也对 所以路边的草就可以自己拿来吃 但是要认清楚那是鱼心草是不是 它会跟别的草混吗 其实不太会 因为它味道很浓烈 你只要手摸过 你闻闻看 你手上就生那个味道 闻起来是不太舒服 可是很特别是它煮过 那个味道不见了 就变得比较清添 而且它这一个 这鱼心草茶是非常好喝的 跟它味道完全不一样 了解 那我想很多民众都对流感也认识不少 很多民众想说流感来 是不是就是每天戴口罩去上班上学 那戴口罩是不是必要的 那口罩应该要怎么去选择才会有效呢 因为有些口罩可能戴了没有效 然后自己又闷得很难过这样 基本上当然是这个感冒病毒嘛 它是肺膜传染嘛 是 所以一般建议 家里有一个人感冒 我们就赶快戴口罩了 避免感染 那这口罩选择当然就我们这边就有四种嘛 对 那看来防御力最好的 N9 锅利力最强就是N9 但是它很闷 对 如果说家里人不是得了肺炎 或是得了肺结论 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就不用戴 不要到这个因为你没办法呼吸啦 是 那最差的就是这种 纱布 纱布的这种 因为它有缝 那个空隙它其实会跑起来 太大了 那一般我们常见的就是外科手术的那种口罩 不支布的 不支布的 这两类其实都不支布 那这个是多一个活性炭 所以看到过滤效果是不错的 但是我的建议是说 不管你今天是戴哪一种 当然我们戴一种是比较少会遇到 假设我们戴这三种的话 我建议不要整天都戴同一个 所以还要换就对 要换 因为我们跟人与人之间对谈 多少除非对方也戴口罩 如果他没有戴口罩 他的飞幕还是会到你的口罩上 然后你拿来拿去 你戴一天 没有你戴一天大概 也中标了 对 所以一般来讲 桌罩有人感冒 这个你有戴口罩还是要勤患 否则一定会遇到有患者说 我明明戴口罩为什么我还是感冒 因为反而没戴口罩可能还比较保持距离 会有警戒性 你戴口罩不以为意反而就进去了 这边变成支身炎 几乎你口罩又更近了 所以这是我们一般要注意的地方 是 那有没有要提醒患者在 譬如说在饮食啦 或者在运动上啦 有没有什么样的平常可以也是强身健体的呢 当然啦 运动绝对是 所有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透过运动来强化我们的体质 包含免疫系统也是这样 因为免疫系统终究也是要靠什么 血液循环去带动 是 所以你血液循环不好 你的免疫系统也不会太好 那如果我们平常有咳嗽 你就不要吃冰凉了 是 你有一点流鼻水 你也就不要再吃冰凉了 但是即便没有以中学角度 还是尽量不要 因为我们体温是三十六度半是正常的 可是呢 你吃冰凉了会让这个咽喉是上呼吸到 这粘膜的那个工作温度 太容易迅速的下降 是 我想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老生常谈嘛 就是医师都说不要吃冰的啊 有些人就比较铁齿 但是铁齿也没关系 反正如果你的正气足的话 那也还好啦 如果正气不足的话 就会伤害到自己 那我想最后呢 还是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呢 要自己好好的爱护 就是有些东西要忌口 我们就尽量的 就是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口欲啊 减少一点点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能够健康长久 非常谢谢医师来到现场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